来看到北加州淡江大学校友会举办第25届年会 邀请历届会长与校友们相聚同欢 包括驻旧金山办事处处长傅正刚 和高龄已经90岁的淡江大学教授高长明都特别出席 而在晚会上各式各样精彩的表演节目让大家相当尽兴 也对于淡江校友会的团结与对桥界的贡献 给予傅正刚处长相当大的肯定 气势磅礴的鼓声整齐画一的动作为晚会带来丽与美的节奏 美国湾区最受欢迎的淡江大虎队卖力演出 北加州淡江大学校友会举行第25届年会 共有360多位校友和眷属参加 包括前任会长现任乔务委员的淡江校友林申颖与陈松都出席同欢 驻旧金山办事处处长傅正刚 也肯定淡江校友热心桥界事务 关系呢有这么多的校友会 是我们整个桥界在一起团结进步 而且大家一起合作 为桥界的合作呢 一起争取的心力 有非常重要的力量 我非常感谢淡江校友会的业务会长 在大丹校友会 发现很接触很重要的角色 在现任会长江林的安排下 晚会节目丰富多样 包括湾区知名乐团Idea有请赞助演出 还有Fantastic舞团表演 但将校友们更准备了服装秀 由校友亲自展演各式服装 表演最后并由乐团演奏歌曲 让校友们到舞池中央天天起舞 尽情享受美好夜晚 很高兴邀请到我们湾区的朋友 大家共襄盛举来参加我们的盛会 在这里我祝福大家扬年洋洋得意 心想事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江会长除了准备红包发送校友们 也代表校友会致奋感谢状给高龄90岁的母校师长高长宁 以及前任会长林申颖 感谢他们对校友会的付出 整场晚会气氛即热闹又温馨 台湾宏观电视黄本初 美国盛和西采访报道